泰國傳出了重大的槍擊案 一名在去年被隔職的泰國員警 昨天闖入一間托兒所 瘋狂開槍掃射 目前已知至少有三十八個人死亡 這當中絕大多數都是幼童 而兇嫌作案後 回家殺害了自己的七小 然後自殺身亡 一句又一句的遺體 被搬出托兒所 許多家長無法接受噩耗 還在現場待著 心理師已經進駐 根據急救人員拍攝的照片顯示 教室內有許多幼童遺體 有人當時還躺在毯子上睡午覺 部分孩子的眼上有刀傷 頭上有槍傷 地上都是血 一位幸存的教師說 遭殺害的孩子有的才兩三歲 警方表示 兇嫌是三十四歲的潘雅卡姆拉普 是一名因涉毒遭開除的警察 他六號午休時間衝進東北部農摩蘭普府 一家托兒所大開殺戒 先對四五名教師開槍 其中一位教師懷孕八個月 接著用刀砍殺幼童 逃離現場後 又繼續對著遇到的每個人開槍 有人受重傷倒在路邊 兇嫌隨後回到家將七小殺害 然後自強 而他手上的槍是自己買的 另外還有一把獵槍及一把刀 總理潘拉玉以下令協助死傷者相關事宜 公視新聞黃明玲編譯 英雅環緣 平蔣 打雷